铁锈奉行着一条真理 买东西最好买第三代 因为第三代产品一般已经达到了 比较稳定和可靠的状态 那么作为自己的第三款车 LS6值得买吗 先不说值不值啊 自己这个颜值是一代不如一代呀 L7出道我就颠封了 要不让甘州抢救一下 哎 你们好啊 甘州 甘州 也没那么丑吧 LS6的表面布满了各式各样的曲线 几乎找不到一条直线 它就像一个黑洞 把所有靠近它的东西 都变成弯的 设计师应该是想展现LS6的柔美 但有时柔美和肥美 仅有一线之隔 20英寸轮毂向乌贼触手弯弯绕绕 21英寸轮毂向五片花瓣 花里胡哨 烈焰红唇本该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但在LS6这里 反倒显得有些弯性 如果非要在LS6里选一个颜色 我们觉得 黑色都最好看 不接受反驳 其实我都不想选 你说看久了会不会就顺眼了 我觉得已经够久了 自从这车开始交付 抬头不见 低头见了 拖开外观不谈 LS6给的配置还是挺实在的 不论21英寸还是21英寸 轮胎都是统一的 倍耐力蝎子胎带隔音棉 全系标配单机脚单极光雷达 和四门双层隔音玻璃 如果你选了6000块钱的豪华升级包 还能免费获得 大陆橙色四活塞卡钱 纳帕真皮座椅 和可升降的附加屏 话说这屏幕为什么要升降呢 这是像手机一样 有人喜欢小屏 有人就喜欢大屏 那要是一个人喜欢小屏 一个人喜欢大屏 那我要是不选这个豪华礼包 不行 你不能不选 虽然这个礼包确实划算 但这种 我这是为你们好的销售模式 我们觉得值得商榷 抛开选装包不谈 LS6的内饰明显比外形更正常 甚至可以说有点好看 随手都可以触摸到皮革的柔软 还有画龙点睛的仿屏接木纹饰板 座椅造型就像六块腹肌的猛男 坐上去却有一种成熟稳重的安稳感 大横屏主要负责好看 大部分设置都在下面的这块中枢屏上 一滑呼出快捷菜单 双指调节温度分量 系统UI和动画很漂亮 还设计了两套方案 配合屏幕升降 内饰配色也有多种方案 灰色耐脏 米色长亮 至于绿色 你们觉得呢 后排空间和G6半斤八两 但它椅垫更长一点 椅背更直一点 四个天空声道扬声器在你耳边播放 这样连的缺席已经让人习以为常 总的来说 LS6的内饰很豪华很正常 只要不选那个限时免费的半幅方向盘 你说这车能完全自动驾驶吗 不行 那它有那种不用导手的限控转向吗 没有 那我觉得设计这方向盘的人 应该去HL 嗯 为啥 多干点人事 如果你对半幅方向盘没有概念 可以看看小欧的亲身体验 希望她能打消你常先的执念 好在自己控制住了自己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方向盘选项 除了方向盘 LS6还有一些奇怪的设计 这后窗视野怎么和G6一样小 哎 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年轻人要学会放下 但我实在是放不下怎么办 那你可以滚啊 一下这里 哦 然后我们就可以轻轻啊 粗粗地看到后面 哦 都一堆LS6了 哎呀 我的眼睛 自己还积极拥抱短视频风潮 在LS6车机里 整合了一路刷的功能 让你不论是吃饭 蹲坑 走路 开车 都能徜徉在短视频的逾越里 大数据的关怀里 信息检防的温暖里 不是 为什么我要用车机刷短视频呢 手机它不好玩吗 手机要充电啊 那我不能边充边玩吗 呃 它有线充电比较慢 无线也只有15啊 为什么只有15啊 再高就不环保了 iPhone只是15啊 不是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你看 质体叫iM 苹果手机叫iPhone 它们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爱着难舌又难分啊 行嘛 但边上这个洞是干嘛的 据说是眼睛盒 那我要是不戴眼睛 那还可以放手机啊 这啥手机长这样 当然是我的小米手机 为什么如此般配 你想想 iM到我来是什么 虽然手机充电功率不强 但LS6的电机功率超强 这辆LS6超强性能版 搭载800V碳化硅双电机 前200千瓦 后379千瓦 官方领摆加速3.48秒 实测3.49秒 同级遥遥领先 但想要跑出3.49秒 需要一定的技巧 要关ESP 不是 要烤个盐 不是 要关掉Auto后的 如果开掉后的 那就得先解除后的 那起步就慢了 只能跑到3.7秒 那我要是用弹射起步的脚法 那也得先憋两秒 等它完全解除后的 才能弹射起步 除了惊人的加速 得益于最高21000转的电机 LS6可以跑出305公里的急速 但工程师把它限定在了252 为什么是252呢 可能因为Model Y是250吧 这么强的性能 着实有点过剩 单电机5.5到5.9秒的性能 已经够用 毕竟只要你不用运动 和选进模式 这辆车大部分时候 就是个后驱版 800幅平台 同样带来了惊人的充电功率 最高可达396千瓦 充电10分钟 续航350公里 那么在哪里可以充到呢 自己有自己的装吗 很少 旧铁链和交付中心有几根 那也没什么用啊 第三方基本没这么高功力的装 俗话说的好 没有枪 没有装 有伤吗 我们造 我们这些天自费帮小鹏 蔚来 极客 测试了他们超充装的兼容性 其中 小鹏S4超充的表现最好 但最好中午去充 因为早晚 至于LS6的电号 我们使用小鹏上下班测试流程 省着开能到16 猛着开能到22 在CLTC基础上打9到6折 这算什么水平 虽然没有小鹏去6那么省 但比001和175还是要省的 那俩我省着开也得18 猛着开能到15 所以主要还是看脚法 那对 小牛和03我都能开出10个油 啊 小牛能变7个了 哎 总而言之 800幅平台确实不复盛名 同时他的驾驶感受 也继承了自己优良的基因 店门柔顺跟脚 十分得劲 刹车平滑线性 不软不硬 让人挑不出毛病 转向手感不能说运动犀利 但用起来也很正常 只要不选半幅方向盘 说实话 现在的电路是 只要把这三样做到正常 就已经打赢一半的对手了 LS6还提供了同级罕见的 可以全关的能量回收 这种自由顺滑 流畅的感觉 让人直呼 虽然LS6驾驶感受很好 还有极致的性能 但它的底盘 并没有那么极致 反倒非常舒服 不论减速带紧盖 还是路面损坏 都无法将它击败 插臂连感动作快 仿佛云眼把你抬 其实我觉得云眼没它舒服 那你可真感觉得 这样的舒适性 在同级别相当能打 维尔的短板 就是侧心扶仰有点大 系列驾驶人在上 飞坡同样有点旺 无论这波直或弯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你这也太双标了吧 你让那什么漆和那什么漆 怎么想 观众会怎么看我们 不是 系列驾驶和飞坡只占用车场景 那一小部分 我大不了开慢点 其他时候够舒服就行 不像那什么漆和什么漆 既没操控也不舒服 等等 你不是喜欢硬的吗 怎么转型了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觉得软软的也挺好的 是我出什么问题了吗 我也是 有了几个叉就忘了那个参加 这样会不会有点渣 那确实比不了你 一辆三缸玩出话 除了自己驾驶 智能驾驶也是LS6宣传的重中之重 自动驳车速度有限 但确实能解决某些司机 某些场景的燃眉之急 实体后视镜视野有限 流媒体能弥补不少 但A柱补盲对低矮物品 依然无能为力 一键脱困作用有限 只能解决被解决过一次的问题 NOA覆盖范围有限 下了高速和高架 基本就得自食其力 自动便道 眼界有限 成功率需要听天有力 自动跟车胆量有限 前车一点风吹草动 对它来说 都是要杀一脚的危机 这感觉不如小鹏啊 但他是送的 终身免费 白嫖就不要挑了吧 再说这可是可进化智能驾驶 辅助系统 现在还是个孩子啊 你刚才孩子叫什么真啊 行吧 反正我也不用这个 那你觉得这车性价比怎么样 时钟啊 有这配置 这性能 这空间 这舒适性 只要能接触 这造型 那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嘛 那跟其他友商比呢 友商不好说啊 反正LS7是被他给干起了 那你说老车主 不会有想法吧 老车主能有什么想法 都是自己人 再说人家增换购 LC6还有一万补贴呢 哦 自己人不坑自己人是吧 那我记得领克车主 增换购 即可差 只有四千块补贴是吧 是有这么回事 那我记得 您还是尊贵的首批车主 没有补贴是吧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您不要忘了点赞 投币 顺便再点一个关注 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 这项目里面 现在二十来万有这么多优秀的纯联ICV可以选择 但没一个长得正常的 那 确实 那还是看问题吧 LS6的半截方向盘好用吗 圆形方向盘会挡屏幕吗 会挡一些 但它不像集友和一般那样 需要触控仪表盘 所以影响不大 但哪怕影响你使用大屏幕 但半截方向盘影响的是开车呀 半截的LS6和7我们都开过 把路上正常开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一旦需要拐个急尾 比如说停车场挪车掉头什么的 就很难用了 而且它的性能这么强 底盘又偏舒适 急加速的时候 头一翘起来转向就会变得很模糊 当时我开半截方向盘的时候 心里慌得一批 如果说这场景你还可以慢慢适应 那一旦出现你需要紧急避让 或者救车的情况 那很难说这半截方向盘 不会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我就直说了吧 在自动驾驶或者线控转 像落地之前方向盘只给半截的 有一个算一个都是 屏幕正常升起时对视野有影响吗 没啥影响 不会高出前击盖 但降下去就没有导航和流媒体了 信息会少很多 所以这个升降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让你专注驾驶 这是马凯伦同款设计 哦 所以这事应该叫超跑级SUV 啊对 电号怎么样 续航打几车 故意省着开16 正常开18左右 用运动模式尽我所能猛着开 22 所以一样的路 打9折还是打6折 完全取决于我怎么开 毕竟这也算是个性能车了 电号想多高 就能有多高 但更重要的是 电号想低的时候 能不能低得下来 和G6相比 确实没那么省 G6我能刷到13 可能是因为LS6比较重吧 但是横向对比 同等尺寸重量和性能 没有同等性能的车 那LS6的电号不算很高 兼容普通低压快充吗 其实市面上 750伏的装已经很多了 新建的大部分能到1000伏 500伏的低压装 只会说越来越少 至少我们附近 是没收到 像我们附近的750伏 充电桩上 我们开过的其他电车 基本只能到90千瓦 但LS6能到100千瓦 功率提升好像不明显 但重点是 它的电压能跑到700多伏 所以哪怕是在 相同功率下 它的充电电流 也会比普通的 400伏车型要低很多 带来的损耗和发热 就会更行 而且它是电量越高 电压越高 充电最后一点的时候 电流甚至只有20A 这什么概念 跟某些手机的快充 差不多了 所以哪怕不用超充 就用普通的快充装 800伏平台也更占优势 所以大家如果不着急买车的话 可以等等各家的800伏车型 听说能量回收全关更省电 真的吗 我很喜欢LS6的一点 就是它的能量回收 可以全关松开 电门就可以非常丝滑的滑行 很多电车 就算调到最低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拖拽感 反倒是合资电车 很多都能全关 如果你喜欢特斯拉那种 单踏板开发 那LS6不适合你 因为即使把能量回收 调到标准 也不是很强 能量回收的过程中 本身会有一定的损耗 但是对于永磁同步电机来说 你控制它完全不回收 也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损耗的 所以具体会不会更省电呢 还是看各家的技术 和你的驾驶风格 其实LS6的单电机和双电机 自动切换 也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 这在去年的极客那边 叫闪电切换 隔音怎么样 60到80表现还不错 但一过了80 风噪就比较明显 而且不是那种均匀的风噪声 是呼呼的乱流 这车风阻不是挺低的吗 对 0.237 也不知道低哪去了 LS6共证明显吗 前排有耳压吗 某些路况确实会有 其实最近吃的好几个电动车 都会有这种情况 它还不是最明显的 跟小鹏G6差不多 比N7好多了 底盘操控怎么样 对比小鹏G6和极客001如何 如果以001为标杆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坐标系 横轴是舒适 纵轴是操控 那么LS6应该在这里 Model Y 小鹏G6 深的S7 分别在这里 车机怎么样 总体挺流畅的 界面和动画也特别好看 但用起来 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大横屏负责展示 中枢屏负责控制 这想法挺好的 但有些菜单 点开的中枢屏 有些会跳到横屏 让人摸不清规律 它的快捷菜单里 有一个选项 叫做方向盘调节 但它的方向盘 是手动调节 英文里面的王云云 本质上是 另一个音源入口 如果点出去以后 你换了音源 那你再点王云云的时候 它就不是王云云 还有这个一路刷 展示优先级特别高 到处都有路口 我用了一段时间 这个内容怎么说呢 充斥着各种 伪客户营销号 还有毒鸡汤 不是还有小姐姐吗 开车又看不了 只能听 我不是对短视频有偏见 我只是不大确定 把这些内容搬到车上 真的好吗 听说车里充电接口不多 确实不多 前排两个后排一个 其中只有一个是快充 无线充电也只有一个 你可以在官方商城花469 把右边那个槽 改身无线充电 还带MagSafe 但也只有15瓦 就不能坐高一点吗 那别站到50瓦了 估计不行 但没留通风口 容易过热 想问问LS6和蔚来 ET5T的差异点 LS6更实用 事业更好 后排空间更大 底盘更舒服 价格更便宜 ET5T主要是服务更好 而且还能换电 而且长得好看 而且长得好看 智能驾驶咋样 驾驶辅助在城市内 和高速上分别 能做到什么程度 智记的NOA刚开放没多久 基本只能在高架 高速上用 一下去就退出 开启的时候也非常的怂 一会儿逼让这个车 一会儿逼让那个车 速度根本提不起来 而且前车只要稍微 减一点速 它马上就一讲刹车 很不舒服 毕竟是β版本 功能和数据量 需要慢慢迭代 可以理解 自动驳车好用就行 它的自动驳车是还可以 但是有个问题 就倒车路库的时候 车子必须和车位垂直 才能识别 像我这样喜欢 斜着往里倒的 它就不认识 LS6在同价位 有什么优缺点 值得购买吗 同级性能无敌 即使不看最顶配 单级的性能 也是同价位领先的 但大家不要被它的性能骗了 它的底盘和操控 其实是舒适取向的 好看 但没什么驾驶乐趣可言 是一辆照顾家里人的车 它的后排空间也挺大的 直比G6稍微小一点 但坐起来更舒服 配置还不错 就是6000块的必选包 有点难受 比如我不想要 可升降的副架屏 也不想要给我升级轮毂 我就想要技术款 但是不行 智能驾驶是全息标配的 但没有G6 Max版 配的那么高 激光雷达和Oron X芯片 都只有一个 我内可它一个都没有 再给我便宜一点 因为这个硬件 它再怎么进化 上线就在那了 总而言之 只要能接受这个造型 可以买 但如果你不着急买的话 可以再等等 等等永远不亏 是吧 感觉座椅包裹性不太行 是我太胖了 不 收的也不行 前排头枕舒服吗 和我女友去试过 唯一能不满的 就是这个头枕太难顶了 感觉脖子要短了 我觉得还行啊 但这东西会受到 身高还有胖瘦的影响 如果实在觉得不舒服 可以像这辆车的车主一样 加两个紧枕试试 如果还是不舒服 那就算了吧 毕竟车是用来开可做的 音响 什么水平 让我与你我变 让我与你我变 再轻轻抽住我的手 直到思念 从此深根 华年从此停顿 热泪在心中灰尘河流 热泪在心中灰尘河流 那多说两句啊 这个音响的深长和分离度 做得非常好 但听录音的话 可能听不太出来 想买的话 可以去店里试听一下 但最好关掉那个 什么全景声模拟 有时候会是富有化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三连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欢迎订阅